11月25日,足协杯决赛首回合,鲁能客场1比1占平国安,赛号新闻发布会,鲁能主帅李肖鹏指引队员们很努力,对于定位球的进攻,他指引是优势,但这场并不是很成功。 对于这场比赛,李肖鹏首先做出了点评,两个队各自发挥了自己的水平,队员很努力,应该是不错的比赛,先过了90分钟,可能还有90分钟或者120分钟等待着大家,期待下一场比赛。 本场比赛,鲁能对定位球的利用很坚决,当被问到这个优势的时候,李肖鹏坦言,定位球本身是我们的优势,有几个一米九多的倒个,这是我们的优势。 但是定位球并不理想,威胁是有,但是并没有很成功,回去之后还要更多的练习。 有记者提问,关于国安主场的氛围,对此李肖鹏给出自己的看法,国安的主场相当让我震撼,球迷不遗余力的给国安加油,中国足球如果都是这样的范围,那离腾飞也就不远了。 回到我们的主场,希望鲁能球迷至少不会比这差吧,也给我们的球队加加油,北京记者专门提问,巴凯夫的发挥,李肖鹏之言,不光是巴凯夫,北京的攻击线队员很有特点,打出很多赏心悦目的配合,我还是认为,北京有众多好的队员。